大家好,我是阿Y,注意看,大哥阿富放下手头的工作,向一边正围在一起喝茶的兄弟们说道,兄弟们,我饿了,谁跟我去,小强说道,哥,我就不去了,但是阿兵站起来说道,哥,我饿了,我跟你去,阿富站起来说道,走吧,然后两个人走了出去,出门前阿富跟剩下的人说道,公司有事给我打电话,其他人说道,好的,再见哥,两个人走到停车场上了车,不一会就到了,阿富跟阿炳说道, 陪我去那家服装店坐一下,就那家,阿炳说道,好的,大哥,说着他们走进了这家服装店,阿富对着店里的员工圆圆说道,美女,可以一起吃个饭吗,圆圆回头一看,说道,富哥,怎么是你啊,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爱开玩笑,富哥回道,你不也是吗,这么多年还是那么有气质,圆圆笑着说道,就你贫嘴,富哥又说道,说真的,没闹,楼上新开一家饭店,挺好吃的,我们就一起去吧,阿炳在旁边又恶狠狠说道, 哎,不给我大哥面子啊,不去不去,阿富跟阿炳说道,哎,我是怎么教你的,身世,身世风度,圆圆在一旁补充道,我可不敢啊,这样吧,我还有几分钟就下班了,你们先等我一会,阿富说道,不急,我等你,圆圆笑着答应道,哎,这时候圆圆的老板和小弟走和进来,老板喊道,上班时间你干啥呢,小弟又补充道,还有这么多话没干的,你心思啥呢, 圆圆回答道,不好意思经理,我这来了一个老同学,我马上就收拾,老板又说道,抓紧时间收拾啊,一会有客人来,并呵斥到笨手笨脚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一起继续看下去吧, 我不是客人吗,你就是这家店老板呢,不是啊,我是这家店的经理,我看你这派头子,我还以为整栋楼都是你的呢,那衣服不错,给我拿来,我看看,小分,把那个衣服拿过来,给客人看看,哎,我要你拿,平常,你是怎么做事情的,顾客就是上帝, 上帝做事情需要理由吗,拿来,你行啊,不好意思啊,手滑了,我帮你捡起来,不好意思啊,你家下班了,一会就不是了,下班了,走吧,我就换个衣服, 好,我在车里等你啊, 打听打听,这小事什么来路,知道了刚刚, 其实我也不饿,要不然,你陪我逛逛姐吧, 哎,我看这主意不说,老大,我就不当你们二人世界了,走了,老大, 哎,把咱们一匹人家,早往你这儿了,老大, 咱们走吧, 你现在过得还好吗,我呀,挺好的,你呢,我还是那老样子,都说副驾驶坐的是女朋友,我坐在这儿,她会不会吃醋啊,她很大肚子啊, 她很好说话,没事儿, 哦,我跟你开玩笑呢,我光棍一个, 你呀,还是那么爱开玩笑,对了,你今天那么跟我经理说话,她肯定会为难我的, 她敢,我接她俩咱也不敢,别想了,不行咱不干了,我不干,你养我呀,别闹了,咱们走吧, 你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咱们一切恐惧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有你的光,就去上黑暗, 就是所有的孤独,不在孤独,不在孤独 啊…… 啊 这么多年,还自己一个人吗? 不然呢 这么多年,就没想找一个吗 也想过 但是哪有那么好找啊 有啊 远在天边 静在眼前 比如我 你能不能别闹了 别拿我开玩笑了 还有意识吗 到家了 你上楼吧 哪天我再找女朋友 女人啊 当一个人很厌真的时候 她以为对方在开玩笑 而当一个人开玩笑的时候呢 她总是以为对方在很硬真 真的很难搞 经理 来了小婚 来了经理 昨天那两个男的是谁啊 他们是我老同学 老同学啊 今天晚上有空吗 要不我请你吃个饭 经理 我那边还有活 我先去干活 晚上我等你啊 今天晚上能接我一下吗 今天晚上能接我一下吗 谁啊大哥 这一天不够你们几个小闹腾的呢 老大跟着有情况 嗯 行了你们在这待着吧 我出去一趟 哎老大 不讲讲老大 你出来吧 我到你们公司地下警察厂了 你要干嘛 不是你啥意思 我就请你吃个饭 你一脸不起 经理 我晚上真有事 你想不想干了 你不要再把我了 我再全力给你们发个位置 立刻马上给我倒出来 你到底想干嘛 赶紧帮我走 我想干什么 你心里没说吗 我三番五次请你吃饭 你次次拒绝我 我不想跟你吃饭 我要回家 小婚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你要是跟我在一起 我帮你撕香的喝辣子 你媳妇知道你这样吗 你是不是成亲的 你提她干嘛 这是咱俩之间的事 跟她有什么关系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我要回家 你还想不想干了 哪都有你啊 接下来我说话你要听清楚 她从今天开始不干了 不从现在不干了 你是什么人啊 我警告你啊 别多管些事 你是干啥的 我是干你的 我是干啥的 跟谁俩说话呢 杜荣啊 杜荣你行啊 儒哥算了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不值得 我们走 我站住 我是看出来了 你这是有缘了 好上了 我最后告诉你一遍 我有话跟她说 什么话 她不想听 她听也得听 不听也得听 惨你这牛逼啊 我就牛逼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福哥 咱们必跟他们置气了 咱们走吧 我警告你啊 以后你俩会儿原点 你干嘛 你把你刚才那个牛逼劲 这拿出来呀 把手你给我松开 一会儿你会后悔的 后悔 怎么后悔法啊 我再和你大哥说话 哪有你插嘴的事 我听你的意思 还想动我不成 等等 还没能打呢 你就服了 我给你个机会 现在服软还来得及 只有害怕的人才会服软 你觉得我会服软吗 死到临头了 嘴还挺硬 我看我是不打到你身上 你是不知道疼啊 小葵 你不用害怕 单枪匹马 不一定会输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 人多势众 未必能赢 我看你好像是吓傻了吧 人多不赢 难道人少赢啊 确定人多欺负人少 确定你和我比人多吗 哥 别跟他废话了 糟蹋就完事了呗 上 苏蓉 都他妈和你为了 我看谁敢动啊大哥 来的还算及时啊 必须啊 这种事你叶为了 你先上车吧 刚才是谁说我死到临头了 是你呀 是你呀 啊 谁呀 哥 是我说的 我嘴笨 我嘴臭 刚才是谁呀和我比人多呀 啊 没有 没有哥 我错了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好说啊 我多有度量啊 原谅你了 谢谢哥 谢谢哥 等等 哥 你这说话不算数啊 你不是让我们走吗 你能教我多事吗 今天我原谅你了 我兄弟原谅你们吗 大哥们 今天怪小的 永远不吃太阳 日后有什么事 上品图社 服装电视商务 我身当的经理 你们原谅他吗 不原谅 那就不原谅了 天天冷的 速战速决 下手轻点 五哥 谢谢你 明年你不用上班了 我养你 真心容易怪一家的